近日由韩国导演朴熙坤指导 吴世勋 吴倩 宋威龙主演的奇幻爱情片《我爱喵星人》 已经在韩国顺利杀青 对此不少网友都特别期待这部作品能赶快上映 想赶快一睹视频尤巴的风采 举其该片是吴世勋首次出电大一幕的作品 外形巨浪的吴世勋和可爱猫咪之间不停变身的奇妙设定 让整个爱情故事更具奇幻和童话色彩 吴世勋表示 饰演猫男是对自己演技的大挑战 他称 变成猫的时候不能多说话 要依靠表情演技来传达情绪和故事 因此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观察猫来模仿 并付出了不少时间进行练习 曾在2014年版电视剧《录顶机》中 有抢眼表现的亲近花旦吴倩 在电影中饰演青春可爱的女主 将与吴世勋有大量对手戏 《我爱喵星人》主要讲述了吴世勋饰演的一位少年 因意外受到猫咪诅咒 被迫离开了吴倩饰演的心爱女孩 几年后当诅咒即将破除之时 少年和女孩却不弃而喻的爱情故事 除此之外 在《我爱喵星人》中 宋慰龙饰演的是一个喵星人 时而化身萌猫 时而变作人形 与吴世勋饰演的角色有着不解之缘 对吴世勋和吴倩的感情发展 起到剧足轻重的角色